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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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放假你又去了買新衣服嗎 是啊有特價又漂亮 不買就走保 我前幾天才見你買新衣服 你的衣服穿一兩天就換 又買新衣服 會不會太浪費 啊 他就拿去捐給人 那隻被我沒穿 是可以的 但是你之後也不要常常買衣服了 其實這樣會造成很多浪費的 不如趁著現在 我就跟你介紹一下什麼快時尚 快時尚發 是只可以在很短的時間 將時裝周中展出的 潮流服飾推出的商業模式 對於消費者來說 就是可以在很短的時間 以低廉的價格 買到新潮的服飾 快速方面 粉飾多樣化、便宜 流行是快時尚的優點 以低價路線吸引消費大眾 消費者買的是流行和衝動 而消費者 往往都不是因為必要性 而去買的 就如你剛剛就是一個例子 受到快時尚影吸引你去買新衣服 但既然它有這麼多優點 一定就會有對地球帶來的殘海 生產和運輸是碳排放的主要影響 時尚產業製造了全球 與養化碳排放的10% 亦是全球第三大 二氧化碳污染供應鏈 以及世界第二大的 淤染產業 僅次於石榴業 而每年排放有 約12噸的二氧化碳 估計到了2030年的時候 服裝業的碳排放量 就會比過往的多出了60% 也就是約28噸的碳排放量 而為了減低運輸的出效成本 因此絕大多數的服裝 都是透過船隻運送的 但換來的就是二氧化碳增加 全燃燒的燃料當中的含流量 是汽車燃料的1800盤 因此亦都令船運 變成最重要的污染暴援之一 在英國每五件衣服中 就會有三件在一年之內 出現在一個堆填區 每年就會有大約 1280萬噸的服裝垃圾 被送往這個 美國的垃圾堆填區 除了對環境的影響之外 薄術連隔勞工的問題 都應該要去重視 在全球 就有約7500萬人 從事服裝製造業 其中有80% 都是一些18至24歲的 年輕女性 但多數人一天都賺不到3元 即是大約澳門幣 24元 我們不如就用牛仔褲作為一個例子 而製造一條牛仔褲 可能需要用到一公斤的棉花 平均中一公斤的棉花 所需要的水量差不多是8506公升 當一個浴缸為200公升 那就是我們可以浸到43次 或者淋浴122次 一年可能使用超過5萬噸的合成電癌染料 有些甚至不經處理 直接排出去大海 破壞了這個生態平衡 在美國 就一位姐妹研發了一個可以用二氧化碳製造衣的技術 他們會用到一種存在在敵物界裏面的煤 稱為Wubisco 而這種煤除了在吹化光合作用進行的一大工程之外 同時也是地球上最豐富的煤 在光合作用中 卡爾文廠牌裏面吹化的第一個主要的碳固定反應 將大氣中游來的二氧化碳轉化為生物體內的處人分子 首先佈獲二氧化碳之後 使用研發的煤系統迅速將二氧化碳轉換成纖維素 最後用在製造類型一種醫療纖維 據創辦人所說 Wubis Lab所研發的煤 可以在任何濃度的氣體中捕獲和轉化為二氧化碳 即使在二氧化碳含量非常低的情況下 仍然可以在空氣中捕獲所需的二氧化碳 並轉換為纖維素 真正達到富碳、淋水、淋土的流程 而他們亦表示當他們擴大規模以服務於整個的纖維素紡織品市場的時候 他們每年可以減少2%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聽起來不錯 如果繼續用這個技術一定可以搞起很多負擔 但就算有這個技術 我們人類的行為都是影響最大的 所以我們都要盡自己的能力去保護環境和地球 我們不要的衣服可以去農新式朋友交換 壞了、爛了的衣服不要丟 收保之後可以繼續用 挑選綠色環保的品牌 了解商品的生產過程 求買一些質量有保證的產品 最後將自己穿不到的衣服 可以捐贈給這個需要的人 做少許的改變就可以保護環境 和為環保出一分力 送帝國外表 需要贈送分 最新冠 sooner 每個待遇 買一個 暴力 哪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